被称为世界十大极限运动之一 一桩飞行再次引发关注 湖南省张家界天门山一女子安安 在天门山一桩飞行后失联 截至16号失联已超96小时 据安安朋友介绍 安安是一名资深一桩飞行选手 并且有专业飞行资质 但当日与安安一起飞行的同伴 没有看到她开散 她在飞行中偏离了预定的路线后 失踪不见 据报道 一桩飞行诞生于上世纪90年代 由极限跳伞演变而来 挑战者通常身着一桩 从山谷 高楼 悬崖等高处起跳 借助一桩特有的一模构造 即在腋下双腿间的冲压式膨胀气囊 进行无动力飞行 在达到安全极限的高度时 最终借助降落伞着陆 据介绍 一桩飞行时 飞行员不做任何加速或减速的动作 通常也是以160公里的时速划过天空 并以50公里的下落时速降落 2019年据媒体报道 全世界这样的职业选手 只有一百多人 中国不到十人 而世界范围内爱好者 大约有三千人 天门山是张家界永定区内海拔最高的山脉 山顶地势平坦而周围落差极大 是一桩飞行的绝佳悬地 此外天门山还先后举办了 法国蜘蛛人徒手攀爬天门洞 中瑞高空王子挑战天门山索道等挑战活动 天门山成为了户外运动高手们 所关注和向往的极限运动胜地之一 2012年世界各地异装飞行爱好者 在张家界天门山成立了世界异装联盟 并举行了首届异装飞行世界锦标赛 随后每年秋季再次举行一届 2013年10月8号 参加第二届世界异装飞行锦标赛的匈牙利选手 在天门山国家森林公园试飞时 降落伞未能打开 不幸坠落山间 2017年1月26号 有十年经验的加拿大籍异装飞行运动员 28岁的格雷厄姆·蒂金森 独自在天门山东线玻璃栈道 进行异装飞行训练时衰亡 异装飞行的最大魅力 在于它能最大限度满足人类 对于自由飞翔的梦想 但搜索异装飞行关键词 与之相应的还有30%的死亡率 异装服饰的创始人 也在1998年的一次飞行中 因失误而葬生 不过随着装备更完善 死亡率有所降低 据异装飞行员许凯 曾接受媒体采访之称 其实异装飞行有很多装备的保障 如备份伞自动开伞器等 或要求在1000米以上开伞 保证飞行员的安全 此外也会选择 有安全保障前提下才进行 有些天气不允许的时候 宁可取消 另据介绍 异装飞行的资质 需要先有超过200次的跳伞经验 并取得跳伞证后才能考取 要求非常高 针对此次天门山 异装飞行时失联事件 据警区通报 由于安安未携带手机 GPS等设备 加上近期日持续降雨 能见度低 地形险均复杂 给搜救工作带来了极大困难 目前政府相关部门 专业救援团队 设置组和警区 将继续加大搜救力量 持续开展搜救工作 新京报动新闻 综合整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